蓝队立委昨天也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部分条文意见 僵持不下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议就在招委黄招选宣布休息之后 一直到下午5点半照表定的会议时间散会 而民进党立委是陆续的离开会议室 但就在6点42分 黄招选却率领了议事人员 还有两位蓝委重回会议室 并且火速通过初选 遭到突袭的民进党立委们都讽刺黄招选 这么直升还不懂得议事规则 立院内委会13号上演蓝委逆袭秀 画面中时间显示下午6点42分左右 内政委员会招委黄招逊率领议事人员陆续进场 紧接着国民党立委徐正位林立禅陆续坐定位 全场就只有三名国民党立委 接着黄招逊开始出招 那现在针对本次会议议程所做的决议 三位委员提出呼议 那我们就呼议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呼议完成吧 趁着民进党立委一个都不在 黄招逊利用极少数火速通过了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出审 但整件事可不是如此 时间再拉回到13号下午5点 由于蓝绿将持不下没共事 黄招逊宣布休息进入空转 但就怕来位突袭 绿人们死守在位置上 直到表定会议时间5点半 自行散会才离开座位 殊不知黄招逊果成偷袭 但符不符合议事规定 蓝绿各说各话 黄太后她是在对外糟糕 任何法案要在立法院通过 一点都不困难 哪怕是少数党 没有办法通过的 全部都送到内政委员会来 然后请我们黄招逊委员 来当主席 所有国民党想要的法案 全部都可以过关 我想在议事工坊上面 不是说民进党的委员 做的都是有道理 那只要国民党委员这边发动的 就会被批评的一文不值 这完全就是意识上的攻防 有点东施孝平 话虎不成反类权的这个感觉 黄委员是已经是 五届以上的委员 是相当自身的 自身的委员不应该犯这种幼稚的错 被黄招逊突袭 律人们话说得酸 更讽刺 资深却不懂规则 还谴责意识人员没善尽义务 似乎搞了乌龙的黄招逊 人也没现身立法院 面对媒体追问 不断跳针 回应想糖塞应付了事 似乎感觉不出 要替自己辩解 看来黄招逊这场偷袭 结果是成功海参闹剧 蓝绿还有的炒 欢迎讯到我们 我玩威台北采放报道